疫情上乘 众生皆苦 一场巨变之后 我们重新生活 当全世界都戴起口罩 你是否开始回想 过去能看见路人的笑颜 而如今不再是一件 理所当然的事 我以前是从事摄影工作的 然后就是拍一些广告啊 室内然后还有那个活动性的 然后到就遇到这个疫情之后 就没有得做了 一个职业摄影师 骑着脚车周游列国 并透过镜头 看遍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 在他过去的生活景观里 仿佛一切都是美不胜收 肺炎就开始了 就停下来 然后连摄影的工作也 也没有得做了 然后熬到今年的十二月 我们的储蓄都差不多用完了 所以我在这段短短的时间 我在想有什么东西我还可以做 然后就想到 我有这台古老的脚踏车 然后我在想好像可以试试看啊 就是把一些箱子撞上去好像这样 就也是跑比较近一点的地方 就是我住的地方 大概三到四公里的范围里面 那个小花园这样摆着麦 也觉得好像可以做 就试试看 日常冲泡手工咖啡的器具 在旅行中买回来的脚车 完完没想到一转身 变成他赚取生活费的好帮手 其实咖啡它就是好像一种 去用时间去看跟去品尝的一个饮料 而且我以前在骑脚踏车的时候 我都会背着类似 这些东西在我的脚踏车 然后就是骑到去山上 然后就拿出来开始泡咖啡 所以这个就是卖了一个观念给我们说 就是说我们有的是时间不要去赶 然后要去品尝或者是享受一杯咖啡跟风景 疫情的冲击力不光是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机 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 这个疫情是可以把很多东西都拆掉 明明是一个很好的家庭都会被它拆掉 因为是每个人生活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这个疫情不管你是什么阶段的人 高层中层低层 每个人都有它在辛苦的时候 我要感谢疫情 感谢你教会了我在2020年 好好的面对自己 品 appet造之一 请待避免